宫颈炎是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,宫颈炎患者会出现白带增多的现象,并且还会出现外因散疗的情况,有的女性也会出现尿贫、尿疾、排尿困难的症状。 女性朋友如果出现这些表现,要警惕是否化伤宫颈炎,那么,女性患宫颈炎有哪些症状? 介绍宫颈炎的三种常见症状,白带异常,宫颈炎患者会出现白带异常的症状,大多数患者会出现白带增多,并且伴有次出异味的症状,有的患者也会出现外因散疗的症状,女性要了解宫颈炎的早期症状,如果出现这些症状,要警惕是否患伤了宫颈炎? 二,腰底痠痛,大多数的患者会出现腰底痠痛的情况,尤其是过度劳累后,出现腰肤部痠痛的感觉。 患者平躺休息时,症状会有所减轻,过度劳累后,症状会有所加重,尤其是患者性生活后,会出现腰底痠痛的现象,还会出现脚部有坠胀的感觉。 宫颈炎预防措施有哪些要注意性生活的卫生,适当控制性生活的频率,和谐的性生活有利于女性身体健康,不和谐的性生活也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损害,因此女性要注意控制性生活的频率,并且要注意同房前后生殖器的清洁卫生,要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非常重要。 三,同房时做好避孕措施,女性同房时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,避免多次做人瘤,经常做人瘤不仅会损伤卵超及子宫的健康,也会对女性的生殖道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,容易导致细菌改缘,会有8严重的妇科疾病,因此女性要做好避孕工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